人与上帝 人与上帝是两个界的 是十分不同的 人本身的行为 并不能直接构成于道德 或者道德的行为 因为路德在道德来源问题上 只强调一元论 而不强调两元论 只强调于来自于神 而不强调人有认识 神的道德的能力 那么这样一来 在道德来源问题上 就构成了一对矛盾 那么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师傅伊拉斯姆的观点 是比较前沿的 而马丁路德在这个方面的观点 是比较保守的 他们争论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世俗的美德 能不能帮助人们甚化 路德主要是个神学家 他写的书都是论述宗教问题的 最典型的就是反映在 他写了一本书 叫论意志的束缚 能有意志 能有只有意志 没有只有看到的 意志被束缚了 路德对于道德问题的探讨 当然有独特性的 他对于世俗美德 也做了这种调查 他说世俗的道德 能不能帮助人得救 他认为不可能 因为路德的神学的 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能不能通过 善良的行为 就是做好事来得救 那么这个命题 一旦承认以后 也就是说 世俗的道德 是不能够影响 人的得救的问题的 那么路德的这种见解 对以后的 道德学家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特别路德 从基督教信仰 和从天国的角度 去解释 宗教道德的起源问题 更成为新教伦理的 一种理论基础 但是呢 作为一个前正的基督教徒 但是同时 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那个伊拉斯默呢 却充分肯定 道德和宗教之间的 同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 人在做好事 和人做基督徒 这一点是没有矛盾的 伊格伦老师做好事 和他的基督教精神 是一致的 这就是伊拉斯默呢 肯定了什么呢 肯定了世俗的道德 或者道德行为 与宗教之间的统一性 那么按照那个伊拉斯默的看法呢 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 什么基础上呢 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 发挥的基础上的 那么什么是自由意志呢 就是什么是人的能动性呢 伊拉斯默就说 自由意志作为人类的一种力量 使人们可以通过这种美德 使自己进入到有关永恒的 灵魂得救的一切事物中去 同时也可能因为 不运用这种美德 而完全偏离了永恒之物和灵魂得救 所以伊拉斯默这种思想呢 就是说呢 人能不能认识 或者是归于 那个永恒的事物 归于上帝 那完全就是一种 你自己选择的问题 你自己怎么行为的问题 你选择了 你就会去做 你就会和上帝越来越近 你不选择 或者你色不见 那你就会背弃上帝的慈悲 你就会和上帝越来越远 但是他却认为 尽管世俗的道德 它的来源也是受宗教的影响 但是世俗的那些道德 却有一个宗教完全不同的基础 宗教道德和世俗的道德 应该说是两个东西 不是一个东西 它们之间的区别呢 就是宗教的道德 完全信赖上帝 特别是在灵魂得救的问题上 在灵魂的得救问题上 路德的基本观念是被救 而不是自救 人是被上帝救的 不是人可以自己救自己的 所以路德就这么说 无疑上帝答应 把他的恩施予谦虚之能 这就是说 给那些对自己有悔恨之心 对自己有绝望之心的人 但是一个人 却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公胜 直到他懂得了他的灵魂得救 完全是操作自己可以努力的事情 操作他自己可以做什么 就是他的力量 他的计划 他的努力 他的意志 他的功德 这些东西完全和他无关 要完全的依赖于上帝 那么因此呢 就是人应该完全依靠上帝 不管是得救 或者其他更小的事情 人应该完全靠上帝 人应该去靠上帝的意志 靠上帝的计划 然后人做的一切 不过是根据上帝的意愿形式 结论就是一个 只有一个完全对自己绝望 并完全把自己交给神的人 完全不为自己谋取任何东西的人 完全等待上帝来救助他的人 才是距离上帝的恩 最近的人 这样一种看法 路德说的很绝对了 完全对自己绝望 完全对自己不谋取任何东西 完全等着上帝来救他 这样的人 才是离上帝最近的人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路德的这种思想 和伊朗什麽这种思想 之间的差别了 伊朗什麽怎么说 就是人应该努力去接近神 能有自由意志 可以认识到神的美好的东西 能认识神的能力 最后能通过自己奋斗 就越来越使自己接近了神 路德什么时候 人对自己绝望 人对自己完全没有计划 能完全等着上帝来救 这样的人 才是离神最近的人 可见他们的这个争论 已经变成了水火不容 已经变成了对立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既然道德是起源于信仰 那么路德就要认为 人如果具有德性 那么必须先对自己经营否定 这样的宗教道德 才能通过人在心理上 对神完全的依赖和信仰 才能改善你的德性 这个情况我们看起来很玄 虽然就有点像我们练武功的人 你先要把自己以前学的武功废掉 你才能接受什么好的武功 那么路德就认为 人的那条是差的 你只有把你自己的那些东西 完全绝望 完全否定 那种情况下 神的那种宗教道德 才能通过人在心理上 对神的完全依赖和信仰 结果改变你 那么这样一来 在马丁路德看来 宗教的道德 是由对自己的完全否定 作为他的宪决条件的 失去自我意志 才是感知神的意志的唯一前提 那么进一步说呢 这种自我的上司本身也具有道德性 因为这是一种选择 人有什么选择啊 人选择不是进去 而是人选择了完全否定自己 人的这也是一种选择 使人们不在意为自己谋求任何功利的利益 包括谋取灵魂得救 什么都不谋取 那么路德以自己为例 路德这么说 我之所以使自己的生活 面临着如此多的危险敌意和阴谋 让自己处于人和魔鬼的暴怒之下 我并不是为了钱 我本人既没有钱 也不对钱感兴趣 我也不是为了虚荣 为虚荣的话 我不至于让整个世界如此的恨我 我也不是为了我的身体 因为健康是连一个终点都无法得到保证的事情 难道人的心只为这些事情跳动 当然能非草木 我也不是什么丸实构成 但是自从知道了 一切都是别无选择的 那么我宁愿在战时性的世界中战斗 然后呢在上帝的恩惠中得到快乐 为了上帝的缘故 我们灵魂得以不堕落 不失败 我不会选择去过永远的混乱生活 让上帝愤怒 让自己永远陷在不可饶恕的苦恼之中 所以路德的这些话也说绝了 对吧 他就说我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名义 什么也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真正的基督徒 那么路德就认为啊 正是对上帝的选择和对上帝计划的公顺 一个基督徒才具有了与常人不同的道德观 什么道德观呢 就是那样的人呢 不再以世俗利益为衡量自己道德的标准 而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了上帝 一切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 也就是说 人不再要有自我意志 人放弃了自我意志 那么我们从今天来看啊 路德的这种上帝道德观呢 当然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 路德在反对世俗的功利性方面 确实是有把道德标准提高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成就 路德否定功利啊 不要求人贪婪 不要求人出名 不要求人去那个未权活着 这一点上他还是提升道德的 那么列如 那个路德呢 在阐述新教道德观的时候呢 他企图说明 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的区别 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性 路德认为 在他以前 特别是在伊拉斯姆那样的 基督教人文主义的那里 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两者呢 两种道德观念呢 完全是混淆在一起的 人们对此不分天红照白 加以浮乱运用 而路德的任务 就是要纠正这种概念的混淆 神的意志是神的意志 人的意志是人的意志 神的道德是神的道德 人的道德是人的道德 一切得应该分得清清楚楚 哪能混淆呢 那么我们知道 在人文主义者那里 荣耀上帝和荣耀世界 是完全同一的 说穿了这些人间天国的概念 有的人文主义甚至认为 人是处在一半的神 半人半神的地位 因此人可以是万物之灵 可以统治天下万物 因为人和上帝呢 是很接近的 把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 进行严格区分 这就是路德的首创 路德呢 在那个道德能力学上呢 他是把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呢 进行了完全的分割 那么这种分割呢 当然也奠定了他的思想 和人文主义的道德观的 非常大的不同 在阐明了信仰 那个宗教道德和世俗道德 不同来源之后呢 路德呢 又认为 那个道德呢 有他的特性 道德是什么 路德说 道德是无常的恩惠 而不是一种束缚 道德本身是一种慈悲的结果 是一种恩惠 它却不是一种束缚 因为宇宙间最伟大 成功崇高的道德 它是来自于神 对人们灵魂的作用 人类有愿望 人类有行为 这种行为呢 却不是强迫性的 而是完全自觉的服从 和皈依于神 所以 人在向神靠拢的过程中呢 并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其他的方式 可以让人改变初衷 任何东西 甚至地狱之门 都不能征服人 人走向神 归于神 是人有自觉的 渴望美好事物的愿望 在这之前 人只刻没那些邪恶的东西 现在你把那么好的东西 给人看到了 于是人就自然自然的归于神 但是呢 那些真正的圣徒 在暴力和各种压迫面前 冷难一理挺立 冷难一心一意地 渴望这些美好的东西 那些人啊 就像火一样 他们对神的那个热情啊 就像风一样 就像火一样 风对这个火去散呢 只能使他越散越烈 而无法消灭他的存在 因此呢 就不存在任何意愿或自由意志 只要是上帝的精神 和上帝的慈悲 与人们同在 人就不会去归于任何其他东西 所以路德的那个思想太复杂了 但这里面隐含着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 更深刻的含义呢 我帮大家来解读 表面来看 好像路德的话 自相矛盾 一方面说 路德说 哎呀 能是有清洁美好东西的愿望啊 另一方面路德有说 那样一种东西呢 它只体现了神的意思 那么深层含义就是说 人的洁净于神 也是圣灵的工作 人之所以向神的渴望 向神的回归 向神的皈依 实际上也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意志在推动着你 走向神 也就是说 人好像在自己做选择 那么人为什么会自己做选择呢 不是自由意志在起作用 而是神的意志在起作用 人通过圣灵 通过神的直接帮助 人就自然的向美好东西靠拢 所以呢 这是路德要表现出来的 一个他自己加以强调的东西 但是刚才呢 我们把它解读了 那么 如何去理解人的罪呢 理解人的不道德的行为呢 那么路德就把这些情况归于魔界 不是有个上帝吗 但是也有魔鬼啊 那么你做不道德的事情 你犯罪了 你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和你犯罪的东西呢 那都是由魔鬼引诱而来的 所以路德很清楚 道德来于上帝 罪恶起于魔鬼 道德起源于人对上帝的信仰 罪恶起源于人对魔鬼的皈依 所以呢 人的皈依只是 选择谁为对象的问题 所以人就是一匹马 要么被神来骑 要么被魔鬼来骑 那么无论是被谁骑 人都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那么这样一种看法呢 我们看到了路德把人看作是被骑的马匹呢 本身没有自由意志的呢 这就是说呢 路德把人的能动性就降低到最小的地步 而伊拉斯默那些人文主义呢 把人的能动性 人的自由意志发挥到最最高的程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 那样一种能动性的提倡 究竟是干什么呢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建立人间的伊甸园 所以呢 那个基督教之爱 把天国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 那个统一起来 他的做法就是一个 就是按照神的愿望来建立人的乐园 而路德在这方面比较悲观 路德认为 人是不可能建立人间乐园的 真正的幸福只能在天国 所以这就表明着 同样看到了 不那么完善的世界 一个是采取的是消极的态度 那就是路德 一个采取的是积极的态度 他就要建立乌托邦 就要建立人间乐园 就要建立人间天国 所以路德的伦理学上呢 虽然是很重要 但他的重要性呢 是他看到了基督教之爱 与社会之爱 在伦理学上的统一性 就基督教的爱情 基督教的爱和社会之爱 在伦理学上有统一性 尽管根据路德的意见 因为人和神是两个界 神的法律不能直接应用于民的社会 人民的社会 所以这就有个问题了 就是圣经里说的一些话 能不能直接当作神的法律 来应用于世俗的世界 路德说不行 神的法律不能直接应用于世俗社会 路德说 所有的道德归根皆底 要符合两个目的 这句话很重要 既在灵魂上符合神的计划 把自己完全地交给神 同时也要考虑到 能在世俗生活中 必要的自我保护和生存 所以灵魂一类的道德 主要与神的意志和神的救助有关 它不是产生于人的道德 为得救而进行的努力之中 相反 是一种被动的 近视于自我否定的感觉 同时 由于人对自我意志的完全的抛弃 人也会产生一种 时刻准备接受神的 强烈的欢乐 这就是由信仰转化而来的信心 信仰转化而信心 属于互相交往的一类的道德 主要是同人们的关系 人类的合作 社会的秩序 爱心和社会公共联系在一起 那些东西一旦联系呢 又可分 又可能对社会的秩序 产生一种被动的扑从和积极的改革 所以呢 路德呢 在这方面呢 是搞得很玄的 搞得很玄的 所以呢 在上帝的美德的影响下呢 人也可能做一些 有利于社会的 有利于世俗社会的事情 这就是路德的一种道德观 他的来源还是来自于神 也就是说 你做好事 不能帮助你 成为一个好的积座徒 相反 你是一个好的积座徒 你必然做好事 那你成了好的积座徒 你为什么会做好事呢 只要你从上帝那里 引起了美德的来源 那么从 马丁路德道德的 那个俗性来看呢 尽管路德呢 强调道德宗教起源 他却不否认 基督教之爱 也包括对邻居和社会的义务 这就可以成为联系社会成员的一条纽带 所以呢 路德也是说 对神的信仰 使人能够产生强烈的道德心 结果呢 可以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 所以路德的那样一种思想呢 实际上呢 他就是要解决 那个人间和天国的问题 尽管路德在理论上 在实践上 都是否定两个东西 否定人有自由意志的 还否定人有建立 人间天国的能力的 那么把人 有否定人的自由意志 和否定人有建立人间天国的 这个两个因素都连在一起呢 实际上就是路德想说的一句话 就是路德认为 人是不能够自救的 假如人认为自己可以自救 那就是人类的傲慢 那么人不能自救 那么怎么办呢 那就是被救 有谁来救啊 有上帝来救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啊 我们的结论呢 就是路德的这样一种思想啊 他实际上呢 就是一种宗教的道德来源观 路德关于道德的观念的 基本看法 并非是不理性的 并非是对社会冷漠的 因为路德呢 也认为 尽管真正的道德 是来源于神 而不是来自于世界的原则 但是 人却可以通过认识神 把从神那里得来的信心 变成一种 为邻居做好事的一种动力 那么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 路德和那个 伊兰史默 关于自由一则争论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是非常不同的 但是也是输入同归 这种呢 就是 他们对于人间建立一个 美好的社会秩序的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在这个底线的看法上呢 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